沙田這個商場舉行家巨展 排隊的人很多都是新居入伙 當中不少是年輕男女 經濟能力沒那麼好 為了用最便宜的價錢買得心頭號 通宵排隊入場 剛剛搬屋 所以想買一些家具 現在又貴 租又貴 買東西又貴 吃東西又貴 當然想省一點 來過商場 已經來過這裡兩次 我看過所有東西 我寵除出擊 就找了我家成員來幫我排隊 對比原價和現在的 我們買的價錢 都省了有幾千元 合理 便宜 第一次排隊 拿過經驗 這個特賣場以低價銷售 生命時尚的家品 所以吸引了不少年輕家庭來購買 場內千多件一折的貨品 在開售兩個半小時內 已經被搶救一空 舉辦家具展商場負責人說 雖然經濟不太好 但有信心今年的營業額 會比去年增加 過去一年 來光顧買家具的顧額 他們花超過五萬元進去的家具 其實我們看到消費沒有跌 好像剛才說 香港很多人 今年打算買家具 和裝修人家 我們會吸引到 例如一個年輕人 到家庭 在收費方面 其實可以很闊 今年參與商戶數目接近100間 貨品數目亦比去年增加三倍 展期將為期36天 香港寬頻電視記者周翠銅報導 謝謝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